鸡鸡腐鸡鸡男男不相离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专注激情电影的腐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大尺度日本同性影片 叫《最短的距离是圆的》 优斗的性格非常内向 平日里默不作声 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 整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和书本作伴 一直到班上 调来一名新的国文老师 青山 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优斗 半年之前 青山老师刚刚过来任教 很快就被一个叫优斗的少年 吸引了目光 优斗每天都会坐在楼顶 边吃东西边读书 青山知道了优斗的习惯 一天 优斗又在楼顶读书的时候 他搬着椅子 坐在了优斗的旁边 主动和优斗叛谈起来 优斗仔细地打量着 这位新来的老师 圆圆的眼镜后面 有一双神秘的眼镜 虽然言谈举止很绅士 但总是给人 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 青山想着拉近两人的距离 主动询问优斗看的是什么书 还透露自己 在学生时代也像优斗一样 没什么朋友 做什么都是一个人 大概是不想优斗像自己之前那样孤单 青山提了个 和优斗交换日记的建议 虽然优斗并不觉得 没人作伴有什么不好 但交换日记的点子 对优斗来说真的很有吸引力 再加上两个人性格相近 优斗便对这位老师日记 更加感兴趣了 不知不觉中 两个人交换日记已经三个月了 优斗虽然不善言辞 但他很擅长用文字倾诉感情 在日记中 他毫无保留地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两个人也由之前的陌生关系 变成了一师一友的关系 一天优斗因为发烧没去上学 青山老师来到他家探望 两人独处一室 摘点眼睛的优斗 没有了往日的沉闷气息 多了几分少年的稚嫩灵动 青山看着躺在床上虚弱的优斗 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扶下身亲吻了优斗 优斗被吓得瞪大了眼睛 瞬间从床上翻起 他厌恶这样的亲密举动 愤怒的优斗把青山的日记扔在地上 将他赶了出去 之后 优斗便向学校举报了青山的猥亵行为 不久青山被开除 一直到毕业 优斗都再也没有见过青山老师 但当初被骚扰的场景 却还是一直出现在梦里 一晃三年过去了 当初的优斗也不再是内向的少年 为了改变生活 他甚至跑去夜店做了难公关 因为想快速拿到钱 还和恩客私下交易 最后被恩客举报 没有哪个上司会容忍底下的人做什么手脚 优斗的上司勃然大怒 让人把他拉进小黑屋 一顿拳打脚踢 被教训之后 优斗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金 他支付不起天价的惩罚 第二天就逃走了 因为没有钱 优斗每天只能睡在桥下 这天优斗坐在桥下发呆 看见一个男人衣着破酒 推着自行车 带着废品从他面前走过 好像是多年未见的青山老师 优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以为是在做梦 他跟上去轻声呼唤 男人缓缓地回头 正是青山老师 这几年岁月在他身上 留下了沧桑的痕迹 根据青山的描述 任何学校都不可能 受留猥亵过学生的老师 所以他只能选择离开人群 靠着减费品度日 和故人时隔多年再见面 青山不仅没有责怪优斗 让他失去了工作 还一直对当初的行为 深感歉意 直到优斗债务缠身 青山便拿出全部积蓄 二百万交给优斗 希望当初那个 罪恶的吻可以被原谅 还拿出和优斗交换的日记 表示自己 一直把它当成宝贝收藏 虽然优斗在这三年间 改变很大 但是青山依然深爱着 这束不可代替的白月光 隔天青山老师出去卖废品 债主找了过来 优斗迫不得已 拿了老师的钱还债 并在日记本上留言 对不起钱拿走了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优斗被带回去 自然免不了惩罚 为了自己的器官不被摘除 优斗只能听从上司的吩咐 被送去俱乐部做难记 服务区里面找乐子的 在商界有名的高端人士 而优斗赚来的钱都要上交 从未接触过男人的优斗 自然不知道和男人打交道的拳击 俱乐部老板知道后 决定亲自示范 他叫优斗脱光衣服 然后让优斗体验被挑逗的快感 优斗的内心是拒绝的 但此刻的他寄人篱下 没有资格说不 仅仅是挑逗还不够 老板知道优斗从来没接触过男人 这样清纯又美味的少年 自然容易让人享入非非 反正早晚都要被别人享用 还不如自己接足先登 完成优斗第一夜的开发 可怜的优斗就这样 被迫体验了和男人的融合 虽然老板的时间短暂 但却让优斗每秒都在煎熬 结束后优斗坐在卫生间里 此刻的他更加思念青山老师 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 种种的遭遇让他明白 青山老师当初的那个小心翼翼的吻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多么难得 那样收敛的冲动 他再也不会遇到了 他后悔当初对青山老师的所作所为 在这一刻 优斗决定让自己强大起来 变成闪闪发光的盔甲勇士 把青山老师从落败的处境中解救出来 他放下心中的不甘 一心一意对待现在的工作 来者不拒 并且给对方提供满意的服务 很快优斗在南际领域一跑而红 很多人都会专程来找他 就算是已经娶妻生子的直男 也会来找他一夜激情 一夜男人之间的刺激 优斗身上确实有吸引男人的魅力 就连之前的上司也按捺不住 悄悄跑过来和他约会 因为之前幽斗在自己的公司服务女性 他没有好的借口下手 现在幽斗服务男性 他也就有了享受服务的权利 甚至自掏药包 奖励幽斗一大笔消费 幽斗的事业如日中天 这让俱乐部的头牌很眼红 以至独秀的局面 因为幽斗的出现 短时间内变成平分秋色 甚至自己的生意越来越清淡 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 幽斗超过自己成为头牌是迟早的事 俱乐部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成为头牌之后会成为老板的床扮 与此同时也会获得更多的资源 和更高的抽成 他作为俱乐部的头牌已经很久了 自然是不在乎钱 但他放不下的是俱乐部老板的关爱 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依赖 他不能失去这份爱 于是头牌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 一个他认为完美的计划悄悄形成 头牌把幽斗约出来 表明自己想睡他的意图 理由是想知道 幽斗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就当是交流一下经验 还和幽斗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幽斗虽然不再是之前的小白兔 但和常年混迹社会的人比起来还是心思单纯 他被所谓的真情流露蒙蔽了心智 答应了头牌的要求 头牌的计划得逞 在两人站前交流的时候 头牌趁机咬掉了幽斗的坚挺 失血过多的幽斗被紧急送往医院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他却再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身体恢复后 俱乐部老板倾接幽斗出院 他也是个仗义的人 不仅帮幽斗还清了之前的债务 还给了幽斗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 闹出了这样大的事 头牌逃跑了 警察早晚也会找到这里 俱乐部关门是迟早的事 所以老板给了幽斗新的地址 以后还可以来这里 他还消除了幽斗在俱乐部的一切记录 就算幽斗以后不做这一行了 也保证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 这也是幽斗和他的最后一面 交代完所有事的老板 回去路上就被而暗杀 幽斗带着自己的一切 来到河边的废品站 他来找青山老师还钱 但是这里早已经换了住院 幽斗只能先去老板给的地址 想找一个安身之所 按下门铃后 开门的竟然是青山老师 幽斗没想到老师会在这里 青山看出了幽斗的疑惑 讲述了自己被学校辞退后的经历 失业的他跑去同志酒吧打工 被前来消费的俱乐部老板看上 一夜激情过后 老板彻底爱上了青山 青山也辞去了工作 追随老板而去 但是他心里始终还是爱着幽斗的 没过多久就受不了老板的宠爱 偷了一大笔钱之后就逃了出来 隐姓埋名化身流浪汉 直到幽斗在他的生活里再次出现又离开 青山才知道 有能力留住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 于是他重新找到俱乐部老板 假装重新投入他的怀抱 积极得到钱和钱 老板对青山用情置身 根本不在意他做过什么 给了他一大笔资金 青山还特意要来这处房产 为自己日后得到幽斗的计划精心筹谋 在俱乐部老板去世后 他便在这里等着幽斗上门 俱乐部老板永远也不会知道 自己只是被他人利用的工具 全部的深情也都为别人做了嫁衣 青山大力地疼爱着幽斗 不断地呼喊着对方的名字 想把对幽斗的爱全部释放出来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才走到一起 这次青山一定不会让幽斗再消失 青山为了爱 可以费尽心机去操纵一切 这种畸形的爱恋 虽然回想起了让人心生恐惧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对幽斗是真心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放弃得到幽斗的决心 这座城市给他们留下了太多不好的回忆 所以青山要带着幽斗去国外生活 在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 他们拥有彼此的幸福生活 只是可怜了俱乐部的老板 希望来世他能遇到一个珍惜他的人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过之后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更多高颜值有内容的好剧 我们一起期待吧 下期见咯 下期见咯